说开场不难 但是也请各位给他格外的掌声 掌声有请 逗逗 他也没力啊 但是人形折牌 他命硬 但是他只能弯腰 他也没努力 今年其实除了做脱口秀之外 还把一部分重心转移到了 话剧的表演上 因为我感觉可以拓宽一下自己 在喜剧表达上的 不同方式的呈现 这台剧本身它是一个喜剧 剧中有很多 非常厉害的滑稽系的前辈 他们也教会了我一些 就是平时我们没有总结过 没有方法论过的一些表演技巧 你不懂了吧 没玩过吧 现在新的东西都这样了 逗逗他舞台掌控感强了很多 就觉得演画剧确实还挺锻炼人的 他表演的一些细节 能让这个段子 从可能原来的七十分 变成八十分甚至更好 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他是很有可能进决赛的 他决赛到了 然后留了一些话给自己 你来吧 你去年第八你忘了 他说在意就会痛苦 到我 我就觉得开心最重要 正常演 演到自己心里满意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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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豆豆 上一轮比赛因为档期的原因 我没能来到咱们现场录制 导演组呢给我做了一个 一比一的等生的力排 放在咱们的观演区 其他演员也特别善良 知道我没有来 尽可能跟我互动 增加我的镜头 就他们只要晋级了 就会跟直通的选手 先握个手 然后对着我的力排 锯个弓 伴随着现场的欢呼声 和喜庆的音乐 怎么说呢 我的喜丧 李丹也很体面 说今天豆豆虽然不在 但是他会在上面一直看着我们 所以今天来比赛 我真的觉得进不进决赛 无所谓了 能进最好 不进咱们就当回光返照了 好吧 我大学刚毕业那一会儿 为了省下我的租金 我住在我爸那儿 跟他待久了 我发现 他就是市面上 大家都会遇到那种奇怪的摄影 他身上有很多习惯 我理解不了 比如说他每天都会拍一张自拍 发在朋友圈 也不找任何的角度 怎么看得清怎么来 你感觉他要么就是 在做人脸识别的时候 不小心按了一张 咱们自拍是记录美好的生活 他自拍你感觉在向生活挑衅 I'm alive now what 我最理解不了的 就是他喜欢在吃饭的时候 看一些神剧 他们那个年代的谍战片 他的电子炸菜 我也跟着一起看 我也要吃饭了 我发现里面有一些条段 我真的理解不了 比如说三个人共处一室 其中有两个人 他们有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要谈 不想让第三个人听见 他们一般会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先生 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 咱们借一步说话好吗 好的 请讲 真的就借一步啊 这儿和这儿对他来说有什么区别 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第三个人 他的听力可控 他可以屏蔽那一步之外的所有的声音 而且这两个人 他们借不到这里之后 他们就默认他听不见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降低自己谈话的音量 他们还是在正常的交流 只是表情变得更加的凝重一点 詹姆斯先生死的那一天 我仔细地搜查了他的办公室 在一本字典里我找到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八月十五 攻打赵家庄 赵家庄三个字还要中读出来 点诵出来 怕第三个人听不见呀 第三个朋友他肯定听见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镜头会推过来 给他一个眼神上的大特写 赵家庄 把自己的刘海甩听个锐角三角形 你不要看他现在面露神色 对吧 神情嚣张的 活不到下一集 肯定死 所以我觉得第三个人 他但凡求生欲强一点 想要多正一点 那就应该更加主动一点 对不对 先生 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 咱们这一步说话好吗 不用了那什么 我先走一步 还有追逐戏 我更理解不了 一般是这样 两个受了伤的主角 被后面呜呜呜呜呜的 两个连的反派追 都不见得能追得上 追到一半 一定会有个悬崖 或者是小土坡 一定会有 哪怕是在平原地区 拍的叠战剧 他就堆一个小土坡上去 然后这两个受了伤的主角 跑到这个小土坡上 一定会有个说 我不行了 别管我 答应我 你自己跑 到了包围圈 让咱的弟兄替我报仇 另外一个一定会说 不 我们要死一起死 别管我 答应我 你自己跑 到了包围圈 让咱的弟兄替我报仇 不 我们要死一起死 别管我 答应我 15分钟过去了 他还是没有答应他 后面两个连的反反 你们是不是都忘了 后面还有两个连 两个连 一个小土坡 不要说是追了 挖都挖平了呀 很有可能 有些朋友等不耐烦了 你知道吗 大哥 这都15分钟了 他怎么还不答应他 我都想答应他了 所以我不明白这种剧 有什么可看的 我爸说 这很经典 我说 爸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经典吗 经典捐山有鸡奶 限定约1%的珍稀捐山牛 牛以稀为贵 好牛产好奶 这才是真的经典 我爸说 你说的对 但你前后鼻音没有分 但我现在理解他了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己和这个世界 相处的方式 没有说哪一种一定是对的 哪一种一定是错的 开心最重要 所以希望各位都可以找到 自己和这个世界 相处的方式 但你自拍的时候 还是找一个好看的角度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豆豆 三 二 一 请投票 掌声再次送给豆豆 先问一个笑得特别开心 但是没有拍灯的人吧 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次 没有之前的那个权重多 对吧 权重很低 相对就是 聊了就行 对大家的作用 而且是第一个 我觉得豆豆上来 先打一个头阵 他的这种 就是带一个头麦 基本上就可以用 他丰富的肢体 去劝识好笑的段子了 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我是想有所保留 看看后面的 所以先不要给自己标准 因为第一个 我们搞说开场难 其实这就是其中一个难 但你在现场看 第一个出来的人 你没得比 对 所以你给不给 你也不知道 因为没一个对比 这就是第一个难的 那个难处之一 对 但是这个鼓励的 有点太夸张了 已经笑得前响后合了 姐就没停过 一直在这边笑 真的 特别喜欢 是从那个 借一步说话开始 对 他就被点燃了 你是演过类似的桥段 还是 为什么那么就点燃了呢 就是 这个跟我的行业有关系 而且我印象中小时候 看到过这样的情节 但是我当时没有细致地去分析 比如他今天一把这点拎出来 我就觉得 就是这样 当时我就觉得 好像哪怪怪的 但是我也没具体地去想 您演过那第三个人吗 就是站边上 小车听不见那个 没有 你那话剧还演吗 还演 还有第二轮 透过透过 大概 行 这个剧的名字叫 宝心里 讲述的是上海一个 弄堂拆迁的故事 它是一个群像戏 我在里面扮演的是 这个社区的社工 还挺有意思的 今年你觉得夺冠有戏吗 怎么说呢 我自己没想这个事 一上来气场很足啊 对 刚才聊那个话题 其实我觉得 还想给大家说明白一点 我不希望大家会觉得 开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这样可能 新来的朋友 就会抗拒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这其实是不太好的 不利于这个行业发展 因为 大家只有多开场 才会积累出 更多的舞台的经验 你也会遇到 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所以说我们希望 让大家把这件事情放平 那之后我们再来 做节目的时候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每个人抢着来开场 每个人更愿意 更早地来见到 自己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件 更好的事情 谢谢多多 说得特别好 小小的身体 大大的格局 真的是太大了 郑菊老师 给他改两句难听的 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那你就借一步说话 来来 借一步说话 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 嗯 但是呢 就 但是呢 就感觉 可能还是因为开场吧 嗯 其实 哎呦 郑菊老师 您如何呀 就还是不当讲 但是确实我觉得 就是还没有那么让我觉得 就还是内文本啊 内容上 对对 燃起来 没有燃起来 没有燃起来 15年后 终于有人体会了 我的痛苦了 我现在还是理解不了你 哎 现在我理解你了 行哥 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那个表演很好 控制的能力也很好 就是说内容本身我是觉得值得商榷 却可能还是偏那个 简单了 简单了一点 对对对 理解 这是那种 我意思是反转的力量 或者这种冲击力 是 如果能再大一点的话 可能会更好吧 我个人这样不成熟的小建议 好的 好 很成熟 高标准也要求 没错 豆豆获得了三票领校员拍灯 观众票数呢 我们要产生第一个晋级名额之后 再公布 我们先有请豆豆进入等待区 好 谢谢大家 挺好的 我觉得所有人开场开的都挺好的 就是上去都是感觉是全村的希望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就感觉开场炸场 能让场子热起来就靠它了 所以他今天 我觉得豆豆是非常棒的 我觉得今天自己表现怎么样 他说挺好 挺开心的 他演的挺爽 有失误吗 因为可以接受 是吧 演的好就行 自己演的开心就行 稍微保留悬念 因为我们是十二进八 到第五个演员演完 就好像会产生第一个晋级名额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是谁 这些事呢 就让演员们去操心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快乐 接下来要来的人 肯定会让你们快乐地掌声有请 孟川 你当时大王妻写的是什么 就是孟川还行 还行这个词好像都变成你口头馋了 我觉得还行好像就是整体还行 但是还行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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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行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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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更多的是自己满意自己 来吧 我上 我觉得这一季 大家的压力都挺大嘛 就是反而很容易求外不求内了 自己心里那个撑过去就行呗 所以我今年参赛的心态是特别放松的 好珍珠啊 我的看来还挺好笑的 《初五六大会》对我来说更在乎的是大家在一起的乐乐 就是开心为主嘛 我感觉就你仔细分析川哥的那些梗 你发现其实都很精妙 现场就非常砸 孟川在赌场上太可怕了 太吓人了 就不由分说的好笑 他那个好笑就像卡车一样 撞过来那种感觉 到这了 已经证明还行了 可以的 孟川还行 半球赛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孟川 去年的开场来了 半决赛了 心态上难免有些膨胀 前阵子接了一个外地商务 给我订了一个头登舱 上去之后 空姐提醒我戴好口罩 我说那戴好口罩 他们能认出来谁做头登舱吗 当然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嘛 所以我就在自己的口罩上面 写上了孟川 而且那天刚下飞机 我的行李箱 就被一个哥们推错了 关键是 我就在看着那个哥们 推我的行李箱 我一直以为是主办方 派来给我拎箱子的 其实每年的比赛 就跟高考似的 还挺让我怀念那时候的 我们高三的宇文老师 管得我特别严 他就在轿桌旁边 给我安了一个座位 如果放到酒桌上 那个位置就叫主赔 我说我那么忙 哪有空坐这呀 我得罚站呀 我同学说 你是咱班唯一一个 能跟老师平起平坐的人了 为啥这么对我呢 就是因为 他是我爸的学生 以前我爸也是这么对他的 负债子环 我跟我爸长得又特别像 所以老师对我是又恨又怕 有次把老师气急了 在那喊 孟老师您给我滚出去 太不错 但真的理解不了老师的严格 还是很作 就在那个门框上面 放了一塑料袋水 想着坑同学 结果我们老师进来了 一推门水掉下来了 同时戴下来的 还有他的假发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炸场 喜剧还是得冒犯权威 老师很生气 说跟着我来办公室 我耗着他的头发就去了 老师说你怎么天天不学习啊 我看着他说我说 我怕努力学习会掉头发 老师说你看着其他人学习 土飞猛进呢 我说反正我不土 第一年高考完老师跟我说 川儿老师的孩子也刚出生 老师呢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你可就别抱师范了 圆圆相报何时了啊 当时的成绩真的很不理想 正在查报什么大学的时候 我很喜欢的那个女生 跟我说我想去复读 你呢 我说这么巧 我也想去复读 但是我为了发泄情绪 已经把高三的书全部烧了 自己把自己坑了 真是粉书坑儒 那时候心思也没有完全放在学习 就想制造点浪漫 就给他发短信 我说你在阳台不 他说我在阳台晒被子呢 我说请你看彩虹 然后就把浇树的水龙头 刺了一道水花 他站在阳台上喊 为什么刺我被子 我有点手足无措 我说我会对你这被子负责的 当天所有人都感动了 只有他感冒了 我们俩愉快地复读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他突然特别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说川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被一所大学补录了 又问我你不替我开心吗 我说真替你开心啊学姐 而且他刚开学不久 我就看到了他在QQ空间里边 发了一个他跟一个帅哥的合影 这份感情里边 虽然一直是我一厢情愿 但当时的感觉就是 他补入了 我滚润了 结果后边就开始劝我好好复读嘛 一直在恶补英语 我同桌就说 你这英语口音有点重啊 都要看着外国电影补一下吧 过两天就开始生气 说让你看好莱坞大片 你怎么在看宝莱坞大片 过不得你现在一念英语就不能投 但是幸好 学姐虽然带走了我的爱情 还给我留下了一堆学习资料 每当我学不下去的时候 就打开学姐的笔记本 上面都是她的自己 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知识点 和那个男生的名字 哦 green了green了 第二年高考嘛 还是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感谢爱情的在天之灵吧 回头看 两次的高考也就这么过来了 生活中呢 还有无数次的高考 放松心态 大不了从头再来 try again 来 三 二 一 请锁票 中文章 你说了个什么最后 try again try again try again 你能再说一遍吗 try again try again try again no title 可以可以 try again 山东人英语都这样 从小明哥不就开始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对 no title no title 我认识那个 一个重庆一姐们 管pink color 叫pink color 我这pink color 真好看 pink color 哎呀 我的天 我听到那个 朋友们你们反应过来说 他不录了我green了那个梗了吗 是不是还是得反应一会儿挺个应的 反应过来那一刻 是不是有点个应了 对英文比较了解算苏醒老师应该 你觉得这个是怎么样 但是好像我俩学的不是一个类型的英文 多少有点差距啊 但是我觉得他刚讲那个就是 学生时代那个经历有特别感同身受 就是还是对爱情有一些纯粹的向往 我觉得刚才我还真的挺有共鸣的听的 因为我觉得孟川有一点我喜欢 就是他有他的设计 哥咱那个夸他夸他别抠客户 对对对 那个 我觉得他因为他那些就是他有幽默的东西 对 幽默其实要有两点 一个就是要比较能放松和自嘲的 他他比较放松 是有小是有设计有智商 所以我觉得呢 包括那个包括他刚 逗到他的表情 逗逗的表情 徐哥老师咱们借一步说话 谁没智商 没有 逗逗也有智商 逗逗也有智商 多新鲜哪 起句非常主观 就是你觉得好笑 别人可能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非常主观 非常主观 所以我刚才主观的觉得他的东西 我挺有感觉 觉得挺可爱的 我其实那个不过Greenner 我已经很生气了 我已经觉得我今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给孟川拍 都不太生气了 但是最后那个 床 床 又征服了你 哇太厉害了 因为孟川其实每次的这个 说的脱火秀 都笑点特别密集 然后不喜欢的都是因为密集恐惧症的人 然后那个 一般都特别喜欢 但是这回温柔了好多 因为前几回 我觉得他跟那个秋瑞两个人 是咱们脱火秀的两把刀你知道吗 还有离开的杨门也还挺狠的 对 他们三个人的文本啊 那稿跟上飞机都得脱运 算凶器 就是每回那个 那都光光扎的特狠 这回怎么 这么校园温柔 是就这回半觉带想要这样一个风格啊 是吧 因为就是 那个 就是那个女生跟我现在就是 还是好朋友嘛 就是不好说的太 我觉得大老是刚才说那个我也有 有感觉 是吧 以前都特别 我觉得特别猛之前 那今天觉得好像 有点同真同趣了 就有点温柔了很多 没事 偶尔同真同趣一下也挺好 对 半决赛了 就原来讲点啥讲点啥 就是 放松点 还没到总决赛呢 我希望你能进总决赛啊 今天还是大家其实 大家对孟川还是期待很高 对 来 川哥是三个领校员拍灯 目前三票 进入等待区 川哥我觉得今天就是没有把他最封面的一面展示出来 但也也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不同的自己 可以 我感觉咱俩都没开 我开开了我跟你不一样 哈哈哈 特别轻松 已经完全送下来了挺好的 其实 其实这一轮稍微有一点强度之末了 三十多岁的人了 他不能天天那么拼啊 好 好 好